你有口腔的問題嗎 這一集要為各位介紹幾款沖牙肌 以及超厲害的牙膏跟漱口水 WOW 自貿有改享受 在台灣 尤其是四五十歲的這個年紀的人 根據之前的一個統計 可能百分之九十都有牙周病 只是說輕微 跟比較嚴重一點而已 那我自己本身以前 因為家裡的環境的關係 所以也從來沒有大人長輩告訴我說 有口腔清潔的重要性 導致我自己本身就有好幾顆蛀牙 那當然你都打掉了 然後都換成假牙 那真的是除了花錢 又很痛 又很不舒服 因此我在這邊 也要跟各位朋友講說 真的要好好去重視 我每一個人口腔清潔 那我平常在中午在公司用完餐之後 首先我會先用牙線棒 先用牙線棒來做一個 最開始的牙齒的口腔的一個清潔 那牙線棒我要跟各位講 現在的牙線棒呢 其實它有分兩種 一個是單線 傳統都是單線 另外一個比較新的就是雙線 那根據我這大概八九個月 實際使用的一個心得呢 我必須老實告訴各位 各位就是兩條線的清潔能力 真的確實會比較好 牙縫清潔完之後呢 我會用我第二個工具 這個東西呢 大家一般比較少見 也比較少人在使用 就是這個 牙尖刷 那牙尖刷呢 以前最早最早是什麼 就是Key-On 這是牙籤的台語 牙籤它是木製的 那個在透透透透透 它其實它的清潔效果 沒有牙尖刷來的好 牙尖刷有分兩種 一種是中間是鐵絲的 另外一種是像這個 它整根都是軟軟的塑膠 我會建議各位這一種會比較好 因為鐵絲那個東西 偶而偶而 可能也會透一下 造成我們的牙齦 被搓一下會受傷 那這個的話呢 它的安全性會高非常的多 那當你這樣刺到那個牙縫 牙肉中間的時候 它就可以把剛剛我們用牙線棒 所沒有清掉的一些渣渣 一點點夠夠 可能就把它清得更乾淨 另外 你會口臭嗎 很多人自己有口臭 自己都不知道 其實口臭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說 假如 你的舊尺 不管上面或下面 左邊或右邊的舊尺 是換過假牙的 可能這就是口臭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 因為我們舊尺 跟我們的牙床 牙銀中間呢 有時候會有一些縫隙 那這個縫隙呢 可能你吃的東西的菜菜喳喳 或者是我們喝的飲料什麼等等 會跑到這個縫隙裡頭 然後呢 因為你刷牙刷不到 你的那個牙線棒也欠不到 它就會在那邊就腐敗 就會發臭了 所以在講話當中呢 就會產生臭味 那怎麼辦 很簡單 兩樣工具可以清潔它 第一個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 牙尖刷 那我們就可以在我們的牙齒 跟我們的牙床 牙肉中間 這個縫縫呢 嘟嘟嘟嘟 給它做一個清潔 把那些渣渣 屑屑啊 都把它清出來 那對於你的口臭 就會改善相當的多 好 講到這邊 難道就只有這兩個東西嗎 當然是 還有什麼呢 還有牙膏 牙刷 還有什麼 沖牙肌 很重要 來 我們到我們的化妝室 各位可以看得到 這邊呢 就是我清潔牙齒的大本營 就是我們的洗臉盆 那來為各位介紹一下 我的一些設備 以前我最早呢 我是這個品牌的愛用者 我用了它非常非常多年 可能有十年了 這就是很傳統的一個電動牙刷 各位可能會想說 那電動牙刷好 還是牙刷好 其實可以的話 我還是會建議各位用電動牙刷 因為它清潔能力 它絕對會大貨於 傳統的那個牙刷 但是傳統的牙刷也沒有說不好 就是說 它單價也便宜 它只是說你需要手動而已 那像我這麼很忙的人 我還是喜歡用這種電動牙刷 那這支是我以前最早使用的 但我現在呢 其實這支已經退休了 我很少很少使用到 我現在用的是什麼呢 是這一支 這支是我去年年初的時候 我去韓國出差 然後呢 出差完之後 有一點點時間 所以我們就逛了當地的百貨公司 被我看到一支這個很有趣的牙刷 它上面寫的是7D的牙刷 我們一般傳統的這種電動牙刷 你要刷下面 外面 對不對 刷完之後呢 再刷下面 裡面 從右邊下面 從右邊下面裡面 然後下面這邊要刷在這裡 花的時間會比較久 那它這一支呢 清潔能力呢 就是你可以看得到它這邊呢 它其實是兩個電動牙刷 二合一 沒有去洗過車嗎 沒錯 就是用洗車的概念 牙齒在中間 它兩邊就 轉轉轉 所以你只要放下去 然後呢 就順著慢慢的拖過來 下面的這一排牙齒呢 就裡外都洗乾淨了 所以它在刷我們的牙齒呢 只需要上下左右 四次 速度會非常的快速 而且它因為 它不斷地是從下面往上去刷 所以啊 我們比較不容易 那個會有牙結石 那另外一個心得就是說 我們一般是這樣子 我們塗牙膏 塗在這個上面 可是我們一沾上去 一抖到呢 大多數的情況 會有一坨牙膏就掉了 所以一條牙膏啊 可能有半條都掉 都掉光光 可是呢 如果你用這個七滴牙刷的話 你只要擠一點點在這個中間 擠完之後呢 你按開關 所有的牙膏 就可以很均勻的 在每一根刷毛上面 也就是說 當我們在真正在刷牙的時候呢 你就不會有牙膏被浪費掉了 它這次的價格呢 多少錢也是幾千塊 但是我想啊 以後光 每一次節省的這個牙膏的費用 省下來 也應該是不少的一筆錢 再加上省的時間又更多 但是我要跟各位說 這支呢 建議的使用年紀呢 是最好是有到小學一年級 含以上的一個大人 那它這一組呢 它會付你兩個刷頭 一個是軟毛 一個是稍微硬一點點 那看你喜歡用哪一種的 每個人的清潔習慣不太一樣 我要再跟各位來分享一個就是說 這是我用了好幾年 的一個牙膏 以及這個漱口水 如果你有一點點注意啊 或是比較容易口臭的人 那或者是說你本身就已經有牙周病了 那我會很強烈的建議你考慮看看 跟我一樣 用這個牙膏 以及這個漱口水 這兩個呢 都是日本獅王所推出來的 如果你是以前就有看過 我部落格的朋友你會知道其實好幾年前 可能五六年前吧 我就已經有在推薦這兩個 那各位一定想說 哇這個產品也太舊了吧 都難道沒有比較新的嗎 我跟各位講 這兩個真的是經典款 沒有辦法去取代 即使他們在日本已經推出來非常非常久 到現在它的佔有率 它的使用率還是非常非常的高 因為它真的獲得非常多人的肯定 像我自己本身也用了相當多款式的牙膏啊 或者是漱口水 但是換了之後 最後我還是都用回它了 那我要在這邊呢 給各位一個小小的心得 是什麼心得呢 就是你在裝漱口水之前呢 可以先裝一點點清水 裝一些 然後呢 你再倒入一些的漱口水 不要完全用百分之百的圓液 清潔效果是都一模一樣 那也可以讓你的這個一罐呢 變成兩罐 就是成本我們可以降低一點 最後啊 用完漱口水 我最後一個步驟呢 其實就是用沖牙機了 之前也有很多朋友說 大哥能不能推薦或辦團購吧 我之前一直沒有想要舉辦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我知道喔 G-Plus 台灣G-Plus這個廠商呢 他們也自己研發了一款沖牙機 我覺得它跟市面上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第一個它全部都中文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你現在用的是什麼模式 第二個呢 它除了標準的沖牙呢 的一個程序之外呢 它還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輕柔 就是比較柔和的一個沖牙 另外一個就是麥沖 所有的麥沖呢 它本身呢 除了在沖洗牙齒縫之外呢 它可以針對我們的牙齦 來做一個按摩的一個效果 第三個一個就是點放 就是你按一下就 噗一下 按一下就噗一下 就噗一下 再來就是喔 大多數喔 沖牙機 它的這個口呢 大概是0.8mm的一個粗性 但它這一支喔 它的這個噴口呢 它的粗性是0.6mm 所以它可以噴出更細的水柱 像我女兒它的牙齒比較密 所以那個 之前我用的這些沖牙機 對它來說 不是說不能用 但是效果沒那麼好 反而我這支 當第一次拿樣品 給它試用的時候 它就很喜歡了 其實如果我們對於牙縫 稍微大一點點的人呢 這個口月系 噴出來的水柱會比較強 而且會比較細緻 細膩一點 可以比較深入我們的牙縫 假如說你有假牙 或者是說呢 甚至你的舊齒是那個假牙 那這個縫隙當中呢 很容易會有殘垢會在裡頭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 最後的沖牙機 把那些渣渣屑屑 通通做一個最徹底的清除 也就是你每一天呢 你就重複這些動作 可以讓我們的牙齒 非常的健康 最後呢 這一支沖牙機呢 以及我們的這個獅王的牙刀 漱口水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呢 我們會在486團購組合成 一個bondo在一起 節省一些運費 節省一些成本 讓各位能夠用最便宜的價格 來購買到這些商品 照顧我們家裡面的人的口腔 現在就搜尋486團購 或上486shop.com